長榮航空的紐西蘭籍機師 造成台灣防疫的大破口 大批的網友湧入了長榮的粉專 批評他們處理慢半拍 對此長榮航空回應 因為公司規定要調查清楚之後 才會召開紀律委員會 而長榮也在今天下午 透過了電話連線的方式來開會 決定是否要將他開除 同時長榮也加強這個外站的處理 包括落實前艙的防疫 沿你罰款限縮航班 還有正在研擬呢 是否會延長這個機組員的檢疫期 而這名機師違規的離譜行徑 也讓同事是看不下去 只有同機隊的機師呢 接受我們華視新聞的獨家訪問說呢 現在所有的組員都群情激憤 這句話讓其他國籍航空機組人員 心理壓力更大了 都是因為案七六五扭機航空機師 不戴口罩釀成本土感染 跟他同在七七七機隊的同事 也很憤慨 我想所有的飛行員都是群情激憤 別人的相處 是不是很好是確定的 機師說現行規定 在外站呆在旅館不外出 回來只要檢疫三天 但今年十二個月 他只有兩個月都在檢疫 未來如果加長 除了壓力更大 也可能影響排班 即使說絕大多數同事都很守規定 根據瞭解 因為違規 長榮已經開除四名空輔員和兩個飛行員 而公會表示機師因為身份特殊 各國隔離規定也不一樣 臺灣是反臺檢疫三天 新加坡兩週要裁檢一次 日本是完全沒有規定 要調整指揮中心也可以參考 但是造成本土感染的長榮航空 牛西岸及機師 是在二月十二號就執勤 當時就有員工通報 他不戴口罩 但公司似乎是遲遲沒有動作 事件爆發後 長榮說調查屬實會開除 大批網友不買單 也攻佔粉絲團 只拚要公司出來負責 本來是忠實會員 要來檢卡了 也質問為何沒有處分 質疑長榮動作太慢 中央也可能因為管理不周開罰 對此傳了航空聲明回應 這位機師影響台灣防疫會深刻檢討 對社會致上歉意 也說明員工違規獲報後 會展開事實調查搜證 接著才會開紀律委員會處分 因為機師還在負壓隔離病房治療 會以電話連線的方式召開 針對員工防疫規定 也會更加嚴格 航空在疫情時期 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防疫規定落實才是王道 華日新聞 約會陳蕾雅 張正傑 張榮甫 台報道